後面同學可以把燈開起來 首先要請各位同學注意一下 今天我們要交第三次的作業 如果各位同學已經把作業寫好的話 可以在下課的時候把作業交到前面來 如果實在是還沒有辦法在下課的時候把作業交上來的話 你們也可以把作業放在明達館一樓 讓你們找到我的信箱 就把作業放在我信箱裡面就可以 所以要請各位同學注意 我們今天要交第三次作業 寫好的下課的時候交上來就可以了 或者是說你們可以把作業直接放在明達館一樓的信箱裡面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呢 關於那個小考 小考那助教已經把各位同學小考的那個 小考考卷都已經改好了 那所以說各位同學下課的時候可以來前面 來把那個小考考卷把它拉回去 好 那 那至於小考這只是練習而已 所以說 那當然如果各位同學考得不錯的話 那當然固然可喜啦 但是如果實在是考的不是讓理想也不必擔心 因為只有占2%的分數 主要是讓各位同學了解 那個 我們大概 我們大概其實其中 期末考大致上也是按照 這樣價值的方式來考 那雖然是說 那個期中和期末考 那 總是會有一些題目實在是太過於刁鑽啦 OK 但是呢 其實仔細分析出來 就算在怎麼刁鑽的題目 其實也都會 都是由那個 客戶後面的習題 來出來的 比如說像這次小考 那其實 其實我後面都已經有註明 有哪些題目其實是客戶後面的一些練習題 所以說呢 還是希望各位同學 那平常那個 我們 作業的練習題能夠多算 那即使是像我們最後一題 那看起來是有點非常 有有點困難的題目 對不對 那 如果呢 最後一題的話呢 其實也是來自於我們課本上面的一個習題 OK 最後一題的話呢 其實是我們 課本7-3的第62題啦 那如果我們課本7-3的那個第62題的話呢 那 7-3第62題 那我們課本的習題是先 先把那個 先把FT把它那個畫出來以後 再 再叫各位同學來算他的 那這一題 當年那位出題老師出題的時候 是把那個題目把它反過來 先給LAPAS 再問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的FT是什麼 那其實這個東西呢 看起來是不太容易算 但是呢 但是呢 各位同學 只需要把這個東西把它展開來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OK 對不對 這是不是一個無窮多的一個等比級數相加 對不對 OK 然後 把把這個東西展開成這個樣子之後 把它帶進去之後 那我們再分別來算每一項的那個 EMERSE NABASO 或就可以了 那 這題是兩年前的那個期末考考題 而且當年 當年追題期末考考題呢 呃 看一下喔 好像是 11年吧 這是追題是當年的期末考考題啦 而且當年期末考考題 實在是非常長的 追題才給兩分而已 好 呵呵呵 對啊 所以 呃 所以說呢 那 各位同學可以想像看 學長多麼痛苦了 OK 好 那總之呢 啊 總之呢 那個也就是說 不可否認的 也就是說 那個我們無論是期中考和期末考 那 畢竟大家 呃 畢竟大家的理念是有點不太一樣啦 那 那 總是 總是有時候 會有一些比較那個 呃 雕磚的一些題目來 會出來 但是呢 其實在整個那個困難題目 其實大部分都是 來來自於課本的習題的一些變化 那 所以還是希望各位同學就是 平常有空的時候 讓課本後面的習題 就稍微把它做一做 OK 好 那總之呢 我們 那我們今天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 請各位同學教第三次作業 可以下課時教 或者是放到我名打館一樓信箱 那第二件事情 那個 關於那個小考的那個 呃 考卷 吼 那 助教已經改好 而且按照學號牌好了 吼 那 考卷有按照學號牌 所以各位同學下課的時候 可以把這些考卷把它拿回去 好 那我們今天就為各位同學來講解那個我們 這門課的第十一章 吼 第十一章是一個正教的那個正教的翻詢吼 以及那個弗利爾西里士 吼 那 那 osogoro 他的 他的定義是什麼呢 其實他的定義就是說 當兩個的翻詢吼 我們做inner product 那inner product的定義的話 大致上就是 這兩個 這兩個 下量 吼 這兩個下量或者是那個離散的函數吼 他們點對點相成之後 我們把它相加 如果點對點相成之後再相加 那他會等於0的話 那我們就會說他是osogoro 那如果不等於0的話 那他就不會是osogoro ok 好 那 那我們 比如說呢 我們最簡單的例子吼 比如說呢 假設現在 呃 現在有這三個vector 他們分別是100 010 001吼 那我們很顯然的吼 100 010 和001吼 他們彼此之間做內積都會得於0吼 對不對吼 這兩個點對點相成是不是就變成 1乘0加30乘1加30乘0 所以 F1和F2是正交吼 那同樣的F2和F3也是正交吼 所以 這F1 F2 F3這三個之間彼此是正交的吼 那 那他 基本上就會 就 就 就會是新生的osogoro set吼 那我們在大 大一的線性代數的話呢 我們又根據內積 以及osogoro 我們又衍生出了非常多的 一些定義吼 比如說我們在大一 我們是不是有學過 弄 對不對 NORN 對不對 或是square弄 這些東西 OK 好 那 什麼是弄呢 我們是不是有學過 那 一個F2 如果他自己跟自己做內積之後 然後再開根號就是弄 OK 那 還有 除了osogoro以外 我們是不是還有 講過那個什麼osogoro set吼 也就是說假設現在有一組翻詢他們之間吼 那 他們全部都彼此正交的話 那他們就形成osogoro吼 那 如果在osogoro set當中 每一個翻詢自己和自己做內積的值得一 那我們又會叫他是osogoro 所以說呢 那 所以說各位同學可以發現 這裡面大份的名詞 除了那個 除了什麼 第十 第十一 十四 那個什麼 Jerlize Fullier series 十一是Web function Y 那其實其他大份的名詞 可能各位同學 以前線性代數的課本 都已經有 已經有稍微提到 那 唯獨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呢 以前線性代數的話 我們要處理的東西是什麼呢 線性代數我們要處理的東西是項量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要判斷項量 是不是osogoro的話呢 那基本上我們 就是對他來做內積 然後 他們內積是點對點相成之後是相加 那我們在這門課的話呢 我們討論的對象不是像樣 而是 連續的函數 那我們要判斷連續的函數 他們是不是 證交的話呢 這時候我們就要根據那個 IN-UP的定義 對連續的函數而言的話呢 我們IN-UP的定義呢 他 他 有些地方跟那個線性代數是一樣 也是兩個翻訓之間相成 但是呢 在線性代數當中的IN-UP的 是兩個翻訓相成之後 我們對他來做相加 可是這裡的話 我們就把那個 閃門訓就改成是積分的樣子 對不對 線性代數那個內積的定義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閃門訓 把它改成是積分的樣子 對不對 OK 所以說呢 所以說呢 我們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是我們這門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章節 不過 基本上我們Session 11.1 是一個軟身的章節 也就是順便複習一下各位同學以前在 那個大一所學的那個線性代數的一些概念 然後把大一的線性代數 用在那個項項當中的一些定義 把它用在那個Continue function當中 所以我們十一之一 那個 就是 十一之一最主要的地方 就是希望各位同學 能夠熟悉 我們 我們588頁這裡所列出來的這十一個定義 OK 那各位同學以後在複習的時候 可以就是看這一頁 看到Square Lone 就想一下 Square Lone它的定義是什麼 那Lone 看到Lone就想一下 這Lone的定義是什麼 那所以說 基本上我們十一之一的主要重點 就是在 這十一個定義 OK 好 那 首先第一個定義就是我們的 Inner Perductor Inner Perductor 就是兩個Function之間 之後 之間他們彼此做相乘之後 我們再做積分 然後我們積分範圍是 一個Interval OK 好 那從589頁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這Inner Perductor 的定義大概就會 對連續函數就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那可是這Inner Perductor 是不是 它會 隨著A和B 而改變 對不對 所以A是那個 A和B是我們積分的範圍 所以A和B的值不一樣的話 那其實我們Inner Perductor的結果也會不一樣 所以說Inner Perductor它的定義並不是唯一的 那Inner Perductor其實會有非常多種不同的定義 比當A和B的值不一樣 那我們Inner Perductor出來的結果也會不同 那不過在這裡我做一個補充 這時候我們可能就要用那589頁下翻的這個定義了 就是說F1跟F2之間的內積是F1X乘上F2的conjugation 那之後我們再做積分 OK 那關於這一點的話 那也是請各位同學注意一下 OK 好 那 而至於內積的話呢 至於內積 它會有像590頁這些系值 比如說我們的Inner Perductor有交換率 那我們F1跟F2之間的內積 它其實就等於那個F2跟F1之間的內積 那如果當我們處理的翻譯是 是那個Complex的時候呢 這時候把F2和F1的順序把它調換的時候 我們這裡要多加一個conjugation 我們要多加一個conjugation OK 那是因為呢 我們剛才是把內積把它第一層F1乘上F2的conjugation 所以說F2跟F1假設互換的話呢 這時候 的話它在這裡會多乘一個conjugation 那 除了交換率之外 我們Inner Perductor還有那個 就是說 當F1乘上一個殘數之後 它內積出來的結果 會跟那個原來 會等於原來內積的結果 再乘上這個殘數的K OK 好 那另外還有第三個重要性質呢 就是說 一個function 如果它跟自己做內積 會等於0的話呢 它唯一可能發生的情形就是說 當F5會等於0 對不對 一個function自己和自己做內積 通常都會大於0 一個function自己和自己做內積 通常都會大於0 一個function自己和自己做內積 只有在 剛好這個function本身就等於0的話 它才會等於0 那關於這第三個性質的話 那其實各位同學要了解也是 也是不然啦 那個 比如說我們 就姑且先考慮 姑且考慮那個Fs是綠兒的時候 那這時候的話呢 它是不是 這時候 F和F自己做內積 是不是就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 因為東西的平方是不是一定會大於0 對不對 如果當Fs是綠兒的話 那麼Fs的平方是不是一定會大於0 除非Fs它真的是 除非只要Fs它不等於0的話 它的平方一定會大於0 對不對 所以說呢 那既然Fs的平方 那只要Fs不等於0的話 它的平方一定會大於0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對它從A到B做積分 是不是也一定會大於0 那F平方S做從A到B之間做積分 它會等於0的唯一的情形 當然就是Fs 它在那個A和A到B之間的每一點上面 都會等於0 所以說第三個性質 其實各位同學這樣子想應該就可以出來了 那至於第四個性質 其實就是分配率 那這個分配率 其實我們要證明它 也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說我們可以發現 590頁這幾個性質 是不是線性代數也都有 對不對 那我們只不過 把它用在那個連續的函數上面 OK 好 那當我們的那個Innerpart的定義 已經定義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定義什麼是Orsogono了 對Continue function 什麼是Orsogono呢 就是說 這兩個function我們做內積等於0 它就會是Orsogono的東西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為各位同學舉幾個例子 OK 那比如說 現在我們區間是A和B 那A是等於那個-1 B是等於1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Innerpart的範圍是從-1積分到正1 那在這種情況下面 我們1跟那個S的K次方 當K是基數的時候 它就會是一個Orsogono的一個 他們之間就會是Orsogono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這時候1和S的K次方 他們內積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SK加1次方除以K加1 那我們把1代進去 和把-1代進去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 1代進去就是1的K加1次方 還是等於1 -1代進去就變成-1的K加1次方 因為K是基數對不對 所以K加1是不是就變偶數 所以這也會等於1 所以說這就變成1-1 那是不是就會等於0了 OK 所以說呢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發現 我們要判斷一些 這兩個番型之間 他們會不會Orsogono的話 我們就直接做內積 OK 那在這裡我們也是補充一個 重要的一個觀念 是什麼樣的觀念呢 也就是說呢 我們剛才是說1和S的K次方 他們會Orsogono 那事實上呢 我們可以看到591頁 下方有這句話 任何的even function 和任何的art function 在一個對稱的區間 對稱的區間當中 他們一定會是Orsogono 也就是說呢 剛才我們區間是不是 一個是負一一個是正一 對不對 那也就 也就是說 那至於這句話 這句話我們可以說明一下 什麼是even function呢 所謂的even function 所謂的even function 就是能夠滿足 Fs等於F的-S OK 因為even function 就是說我們把S變成-S之後 它還是一樣 那什麼是R的 function呢 就是Fs等於那個負的 對不對 好 OK 好 那也就是說我們把S換成-S之後 那麼這時候 它的值的正負號就會改變了 比如說 E是even function還是R的 function呢 even 那S平方是even還是R的 even 對不對 因為S平方把S變成-S的話 那它是不是還是 -S的平方還是S平方 對不對 所以以此類推 像 1S平方 S四次方 那cosS是不是even function 也是 對不對 也就是說把S換成-S 它還會等於它自己 那就是even function 好 那相對而言 X的一次方是even還是R的 R的 很好 那sinS呢 TenionS呢 也是R的 對不對 那我們要判斷是even還是R的的話 我們就是把S換成-X來判斷就可以了 那其實我們可以舉例反三 以此類推 S二次方 S四次方都是even 所以說我們是不是可以發現 S的K次方 只要K是一個偶數的話 它一定會是一個even function 對不對 包括S一百離二次方 S的一千零二十四次方 全部都是even function 但是相對而言的 S一次方是R的 S三次方 是不是也是R的 對不對 那以此類推 那S的K次方 只要K是基數的話 那它一定會是一個 R的 function 那比如說 像S的三百六十五次方 那當然也會是一個R的 function 因為它是基數 OK 那所以說呢 我們可以發現 那以這裡為例子的話 E就是一個even function S的K次方是一個R的 function 那這時候的話 它的區間是不是像這個 這個形態是一個對稱的樣子 對不對 它的區間是-1到1之間 對不對 它的upper band是1 Raw band是-1 所以說它的區間也會是對稱的 對不對 OK 那所以說 這時候的話 我們就可以發現 那雖然是說 我們 雖然是說 那我們要判斷 一些東西 他們彼此之間是不是正交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 按比較正統的算法 我們可能還是要把他們相成以後做積分 但是 其實各位同學 如果經驗已經非常夠的話 只要發現 我們的區間是一個 那個正負對稱的情形 而且一個function是even 一個function是art的話 那我們理所當然就可以判斷 他們一定會是我所勾勒 OK 那比如說 我們可以舉 舉一個例子 OK 那比如說 現在我們遇到了一個 非常複雜的一個function 現在假設我們區間是 -35 正35之間 那現在一個function是 以potentials平方 那 以二function是 這兩個會不會有所勾勒 應該是會 對不對 因為負35到正35 是不是這區間是 那個 四四對稱的一個區間 然後這是不是一個even function 這跟S平方一樣 也是一個even function 只不過它變化成是以potentials次方 那tengent-s tengent-s是不是一個art function 對不對 所以說呢 這兩個是osogono 那雖然我們 連算都不必算 我們直接就根據這個規則就可以判斷它是osogono 那這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個 為什麼這個東西會存在呢 為什麼這個 這個定理會存在呢 各位同學可以這樣子想 一個even function乘上一個art function 它會變成什麼樣的function呢 art 對不對 因為 even function乘上一個art function的話 它會等於一個art function 比如說S平方乘上S三次方 是不是變成S五次方 任何一個even function乘上任何一個art function 一定會是一個art function ok 好 那一個art function 如果我們從 那個-a到正-a之間做積分 它會不會等於0 對不對 因為ard 因為左衛的積分就是看面積對不對 -a 到正-a之間做積分 然後中間是0 假設一個function是一個art function 那 對不對 對不對 那積分其實就是這一段的面積 那是不是0到a 這部分的面積剛好可以 被到-a到0這部分可以抵消掉 完全抵消掉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所以說我們其實就根據這個原則 是不是就可以很快速的就判斷 那既然even乘up 它是一個art function的話 那它 從-a到正-a之間做積分 當然會等於0 那有時候我們連算都不必算 就可以這樣子的判斷 那 那 除了 那關於 關於這個東西的話 even乘up 會變成一個art function 那這其實也是一個 可能會有一點 有一點會經常用到的一些 數學運算的一些技巧 那以此類推 一個even function乘一個even function 是不是 是什麼樣的 function呢 even 那art function乘art function 是什麼樣的 function even對不對 比如說S3次方乘上S5次方等S8次方 對不對 所以說 假設現在我們要判斷的兩個 function 他們都是even function 都是art function的話 那我們就不能說他們一定會是osogono 我們可能還要把他算出來 把他積分算出來才知道 ok 好 所以這是有關那個osogono判斷的一個 簡單的一個技巧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講那個osogono set的一個概念 剛才我們只是判斷兩個function 他們之間是不是osogono 但是呢 現在假設我們有一組function 那這一組function呢 那只要 只要就是說 phi n跟phi n 他們之間做內積的話 而且這裡面的n和n 他們不相同的話 也就是說不同的function 他們做內積會等於0的話 那這一組function 我們就把它叫做一個osogono set 那比如說 我們剛才在線性代數當中 我們已經有為各位同學舉一個例子 這個在一個 那個就有三個entry的那個項量當中 他們是一個osogono set 對不對 因為他們這三個項量 我們任取兩個坐內積 是不是都會等於0 對不對 那 同樣的呢 那個在我們 連續函數當中呢 我們其實osogono set的定義也是一樣 那兩個他們彼此之間坐內積會等於0 那這個set 我們就把它叫做osogono set OK 這是第三個 第一 那我們接下來就給各位同學來看一個例子 好 那我們 我們剛才有為各位同學舉一個例子 也就是說 even function跟art function 他們之間會osogono 但是呢 假設 但是呢 假設 但是呢 我們 但是這畢竟是兩個function而已 而已 但是我們有沒有辦法找出一個osogono set 而且這一組osogono set 他們彼此之間 都會是那個 都會是osogono 那比如說像111 我們就給各位同學看一個例子 那這時候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出 現在我們要 現在這是一個set 然後set裡面的函數是 1cosx cos2s cos3s 一直下去 1coss cos2s 這些東西 是不是全部都是even function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還不能直接判斷 這些東西他們彼此之間是osogono 雖然他們 雖然現在interval是對稱的 從副拍到真拍之間 但是呢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even 所以我們還不能 奏下定論 認為他們是osogono的 所以現在我們就 就用那個內積的方式 來看他們之間是不是osogono 那比如說呢 我們可以發現 這一組function總共有兩種形態 一個是纏數 纏數的形態 一個是cosx cos2s cos3s的形態 所以說呢 我們要 我們要判斷他們 之間是不是osogono的話 我們可能就要分成幾種不同的情形 第一種情形呢 就是說 其中有一個function等於1 另外一個function不是1 那我們就來判斷 1根不是1的東西做內積 是不是osogono 這時候1乘上cosns 就變成這個sinns除以n 然後我們把π跟負π帶進去 是不是si nπ跟n負π 是不是都會等於0 所以說1根cosns 當然就會是osogono 好 那第二個呢 第二種case呢 也就是說呢 那我們做內積的兩個東西 它們全部都不是1 它們分別是cosns cosns 但是n和n不相等 ok 那在這時候我們要 就是變成cosns cosns 它們之間相成以後做積分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我們該怎麼樣處理它的積分呢 核叉畫機 對不對 各位同學高中是不是有學過核叉畫機 如果有學過實在是印象不深刻的話 那建議各位同學 這張表 趕快回去把它熟悉一下 ok 核叉 這裡面那三角函數的一些東西 因為這三角函數的東西 可能我們第11章跟第14章 會經常用到這些東西 那還是希望各位同學能夠熟悉它 ok 好 那沒有錯 我們就用核叉畫機的方式 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再做計分 cos就變si了 然後si n加上n 括號s 然後分母是2分 2乘上讓n加上n 然後我們把拍和復拍帶進去 因為n和n都是整數對不對 那n和n它們都是1 2 3 4 5 一直到無限大之間的一個整數 所以n加3n當然是一個整數 在整數乘上拍 或是在整數乘上復拍 是不是一定都會得於0 對不對 所以說這兩項 這一項當然就會得於0 那同樣的整數減掉整數 是不是還是一個整數 對不對 整數乘上拍 然後在整數乘上拍 是不是也會得於0 所以說呢 我們就藉由核叉畫機的方式 我們也成功的證明出 cos ns cos ns 他們也會是osogono 只要n和n不相等的時候 就會osogono 當然n和n是相等的時候 我們可能 就當然他們內機就不得於0 但是我們判斷osogono set的話呢 我們是不相同的番詢他們彼此之間做內機 所以當然就不必考慮n和n相同的case 因為我們判斷osogono set的話 我們是要判斷不同番詢之間做內機 對不對 ok 所以說當n和n相同的case 我們在這裡可以宣布考慮 ok 好 那所以說我們可以發現 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這些function他們雖然都是even function 但是不代表even function彼此之間就不會osogono 所以說他們還是會形成一個osogono set ok 好 另外還有一個可以請各位同學注意到 在一個項量空間當中 在一個就是三個n的項量當中 我們最多可以 一個osogono set最多有多少個vector呢 只有三個而已 對不對 可是呢 請各位同學注意到我們剛才的這個例子 這osogono set有多少個function 無限多個 好 那為什麼有這種現象呢 為什麼我們在這裡可以有無限多個function呢 因為 從負拍到正拍 雖然這個區間是有限的 但是呢 因為 對continue而言的話 我們可以看成是有 是有非常多個 那個他們的間隔是無限小的點 好 構成的 對不對 從負拍到拍是不是有無限多個點 對不對 負拍到拍有無限多個數字 好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既然如此的話呢 那他其實 我們也可以合理的判斷 一個osogono set 只要在 只要這個區間的寬度不等0的話 那 在這區間當中的osogono set 那就有可能會有無限多個 因為負拍到拍 或甚至於從負0.1到正0.1 他們之間都會有無限多個點 好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其他的定義 什麼square long square long的話呢 那square long的話呢 它其實跟那個線性代數一樣 就是說 一個faction如果自己跟自己做內積 剛才我說 是自己跟別人做內積 現在是自己跟自己做內積 那假設自己和自己做內積之後 那我們得出來的值 我們就會把它叫做是square long OK 所以這是square long的定義 就是在 就是這個樣子 那什麼是long呢 long大概就是 剛才我們所算出來的square long 我們再開根號 OK 那long也是自己和自己做內積 但是結果我們就把它開個根號 OK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探討一下 另外一個名詞 就是osomal set 那 相對而言 osogono是 所有的線性代數的課本都會提到 但是osomal set 好像有一些線性代數的課本 不一定會提到這個名詞 那什麼是osomal呢 osomal就是說呢 當我們一個faction set 它是osomal set 那 也就是說當phiN跟phiN 它們之間做內積會等於0 這就是osomal set 但是呢 phiN跟phiN 如果它們進一步的能夠滿足 phiN和phiN 它們自己做內積 自己跟自己做內積會等於1的話 那我們這個set 就會把它叫做osomal osomal 這osomal跟osomal是不是 字看起來很像 但是就是尾巴地方差一點點 對不對 osomal ok osomal就是說 一而番詢 它們是osomal set osomal set 而且這些 這個set當中 每一個番詢 自己跟自己做內積會等於1 就叫osomal ok 好 那我們就回到我們剛才的這個例子 那我們剛才這個例子就是 1cosscos2scos3s 我們剛才已經有證明出 它在副拍到正拍之間是osomal 但是它們是不是osomal 很顯然的應該不是 因為官司一和自己跟自己做內積 然後我們從副拍到正拍做積分 它就等於二拍了 二拍是不是等於1 所以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是 既然積分不等於1 所以它是不是 就是notosomal 對不對 它雖然是osomal 但是它不是 它不是那個osomal ok 好 那同樣的呢 我們也可以發現 cosnπ和cosnπ 那它自己跟自己做內積 我們還是一樣用三角函數的一個公式 三角函數公式 我們積分出來的結果的話呢 那它就會變成π 因為這時候cosnπ 是不是cos平方x 它會變成那個二分之一的coss加1 對不對 那個三角函數是不是有這一個公式 對不對 那所以說我們根據這個公式之後 我們再來對它來做積分的話 就發現 這cosnπ自己和自己做內積會變成π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發現 這兩個他們做內積都不會等於1 所以它就不可能會是一個osomal set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探討 我們要這樣子 把它變成一組那個osomal set 這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看 這東西自己和自己做內積會等於2π 對不對 所以說自己和自己做內積 是不是就square long 對不對 也就代表是說1的square long 是等於2π 那所以說1的long 是不是就會變成根號2π 對不對 那同樣的道理呢 cosns 它的那個square long等於π 它的那個long 當然就會變成那個π 加在一個根號 對不對 這些東西就是他們的long OK 好 那我們在這裡的話呢 會為各位同學介紹一個概念 當我們遇到一個function 它並不是一個osomal的話呢 那個 這時候的話 我們只要除以他們的long 他們就會變成osomal了 剛才這是不是 這 這並不是osomal 對不對 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東西 把它除以long的話 也就是說 osogonal set 我們把它除以long 就會變成osomal 就會變成osomal 所以說1要除以根號2π cos要除以根號2π cos2π要除以根號2π 分之1 乘上根號2π分之1 是不是也會變成2π 那剛好 是不是可以跟這個東西 剛好可以抵消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我們要把一個osomal 變成osomal的話呢 我們只要除以它的long 就會變成osomal了 對不對 像根號2π 乘根號2π 就變成2π 剛好可以跟這個抵消 對不對 那根號π 乘根號π 就變成π 那是不是就可以剛好跟這個抵消了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我們 所以說呢 我們接下來就為各位同學介紹一個 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normalize 所謂的normalize 它的 它在數學上的意義就是 把一個osomal set 把它變成一個osomal set 把osomal set 把osomal set 變成osomal 我們其實方法很簡單 只要原來分析出以它的long 就可以了 對不對 因為 因為 那個 這時候的話呢 好像講義其實已經 上面已經有寫了 因為呢 雖然是說這個 這東西它並不會是osomal 但是這東西的話 如果我們再出以它的long的話呢 這時候還是自己和自己做內機 那我們在做內機的話 我們是不是這一項可以把它提出來 所以說這東西把它提出來 提出來在這裡 然後這裡的話 我們也是把它提出來 會變成這裡 那是不是 這時候我們分母就變成這個 Side S的那個 Side S的Square long 對不對 然後分子的話還是 Side S和Side S 它們直接做內機 那這樣子 我們相處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就等於1了 對不對 所以這基本上 就是我們的 Normalization 那個 Normalize 它其實就是把 osomalized 變成osomalized 的一個方式 那關於這一點的話 那我是希望各位同學能夠 特別的 把這個東西 把它 把它 那個 了解一下 那我們要這樣子 把osomal變成osomal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 第八個定義 第八個定義就是complete 就是那個完整 OK 好 那什麼是complete呢 也就是說呢 假設在一個區間當中 在一個 interval 為a 到b 之間的區間當中 任何一個 function 它都可以 可以表示成 phi0x phi1x phi2x phi3x 它們linear combination 的話 那這時候的話 這 phi0x phi1x phi3x 一直到phi無限大 s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set 叫做complete set complete 這個名詞 是不是我們以前線性代數也有出現過 對不對 那比如說呢 在一個 有三個entry的空間當中 100 010 001 是不是complete 應該是 對不對 因為假設一個東西 是syd的話 它就可以表示成s乘3f1 加上y乘3f2 再加上d乘3f11 所以這東西很明顯的是一個complete ok 但是呢 我們來看看 但是呢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那個 這東西 這東西雖然它有無限多項 但是這東西 它會不會是一個complete的東西呢 1coss cos2s cos3s 大家覺得 這是不是符合我們 這個set 是不是能夠符合我們 剛才complete的定義 我們剛才complete的定義是說 任何一個function都可以表示成 這個set 那個5-0 5-1 一直到5-5 無限大的linear combination的話 齁 那這時候我們才可以把這個set 把它叫做complete齁 但是呢 我們來看看齁 那現在我們剛才所為各位同學 介紹的這個 osogonal 甚至於變成osonormal的set的話 它會不會是complete呢 應該 是還是不是呢 應該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 1是even function 對不對 coss是even cos2s是even cos3s是even 齁 那這些東西雖然有無限多項 even function加上even function 是不是一定還是一個even function 對不對 所以這些東西再怎麼linear combination 都還會是一個even function 那這樣子也就是代表是說 假設一個function 如果是一個up function 像s的話 它恐怕就很難表示成 就是這些東西的linear combination 對不對 ok 這樣有沒有道理 所以說 雖然我們剛才所舉的例子 它會有無限多項 但是很可惜的 它每一個都是那個even function 所以這就 雖然是osonormal set 但是它是 它並不是一個complete set ok 好 那我們complete的定義 那 我們complete的定義 基本上 就是說 任何一個function 它都可以表示成 我們這個set 這些function linear combination 才可以叫做 那個complete set 這是我們第八個定義 ok 好 那我們第九個 和第十個定義 那個 我們第九個名字是 那個osogono series epension 好 那什麼是osogono series epension呢? 也就是說呢 也就是說呢 假設那個 我們剛才已經有 為各位同學講過 complete的定義 ok 好 也就是說假設 phi0,phi1 一直到那個 phi無限大 這些basis 它們是complete的話呢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把f5s 把它表示成那個 phiN它們 linear combination ok 好 那 這時候的話呢 假設呢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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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phi0,phi1 一直到phi無限大 他們 之間會是一個 osogono的情形的話 那這時候的話 我們就把 就把那個像598頁 這三番這個公式 把它叫做 所謂的osogono series 是以pension ok 好 那也就是說 598頁上番的話呢 假設 phi0,phi1 一直到phi無限大 他們 形成一個complete set 而且 而且 phi0,phi1 一直到 phi2 一直到phi無限大 他們是osogono 齁 這個時候 此時 這個東西 就會被稱作為 osogono series 以pension 那如果 phi0,phi1 一直到phi無限大 他們 不是osogono的話呢 這東西 我們還不能把它叫做 所謂的 那個osogono series 以pension 好 那我們剛才 有為各位同學 來講解過 任何 當phi0,phi1 一直到phi無限大 他們可以表示成 他們之間是complete的話 任何一個function 都可以表示成 phi0,phi1 一直到phi無限大的linear combination 但是linear combination 這裡 有係數cn 這些cn 我們該怎麼求呢 我們在這裡 我們會發現 當 這些basis 他們 這些function之間 他們並不是正交的話 那恐怕我們這裡的 係數恐怕就不會很容易算 但是相對而言 如果 phi0,phi1 一直到phi無限大 這些東西 這些function 他們彼此之間是正交的話 那相對而言 我們的cn 就可以由 那個我們 獎益 獎益598頁下方 這個隱規訊 把它算出來 這是為什麼呢 那因為 那原式 如果我們可以把它 表示成這個樣子的話 這時候我們把 等號的左右兩邊 分別都乘上 phi ns 的conjugation 然後我們對它 來做積分 這時候的話 等號左邊 是不是就變成 phi n 它們的內積 對不對 那至於等號右邊的話 是不是就變成是 phi n phi n 跟phi n 它們之間的內積 然後再乘上cn 的linear timulation 對不對 OK 這時候的話 原式我們就把等號左右兩邊 分別變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可以發現 一個非常戲劇化的一個情形 這裡雖然是一個 無限多項的一個 閃眉巡 既然是無限多項的 閃眉巡的話 那cn當然是非常 不太容易求 對不對 可是呢 現在假設我們已經知道這些東西 他們彼此之間是 我所功能的話 是不是 phi n 跟phi n 除非 n和n相等 否則的話 他們沒記出來 指一定會等於0 對不對 所以說原本是無限多項的閃眉巡 那現在就只剩下 n等於n的時候 不會等於0 對不對 所以說現在就 就變成只剩下 一下就是n等於n的 被保留了 其他都會變成0 對不對 因為 我所功能的情形的話 就是 對不對 所以說 非常細劇化的 他就只剩下唯一的一項了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求cn 是不是相對而言 就簡單多了 我們把這一項把它出過來 我們cn就算出來了 ok 好 那這裡我打兩個信號 那 這是我們這一節最重要的一個公式 也就是說 當我們已經知道 一個set 它是complete 而且是orthogoro的話 這時候我們linear combination 的cn 我們該怎麼求呢 我們就可以有這個公式 就是說fs跟phinen的內積 除以phinen跟phinen自己的內積 也就是phinen的那個square long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cn算出來了 那 這時候我們這cn這個東西 我們其實在數學上面也給它一個名詞 這叫做什麼呢 這叫做所謂的 generalize的Fullier series ok generalize的Fullier series ok 好 那所以說這 關於這幾個名詞 也是希望各位同學能夠把它熟悉 好 那這cn cn cn我們可以由這個式子把它求出來 對不對 但是在某一些情況下面 我們這個equation可以把它簡化 是什麼樣的情形呢 就是說 當我們的phinen phinen phinen一直到phinen無限大 他們不但是orthogono 而且還是一個orthogon orthogonormo set的話 當phinen phinen phinen一直到phinen無限大 是orthogonormo的話 那是不是phinen跟phinen的內積會等於1 對不對 phinen和phinen的內積會等於1 那我們分母是不是就不要了 那我們就變成cn就等於fn跟phinen 建議介紹10個 最後一個名字就是wait function ok 好 那wait function 是什麼東西呢 嗯 那雖然已經快要下 要下課了 但是還是請各位同學wait一下 我們來為各位同學來解釋一下 這wait function是什麼意思 ok 好 那wait function呢 基本上wait function呢 它基本上是用來 等於是把我們的那個內積這個東西的定義把它一般化 我們剛才在講內積的話 是不是都是f1跟f2 他們之間相乘 就是f1乘上f2之間contagation 然後再做積分 對不對 那wait function它所扮演的角色就是 把我們的inner product的定義做一點點小小的修正 ok 那關於這個wait function也是希望各位同學能夠注意一下 這個也是我們這一節 也希望各位同學特別學的 因為其他的名詞可能各位同學大一線性代出都有出現過 但是wait function可能各位同學大一線性代出沒有學過 那所以在這裡可能要請各位同學稍微注意一下 wait function它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改變inner product的定義 那當inner product的定義的改變之後呢 那我們是不是內積的定義 那osogono的定義也會改變了 原本osogono是這兩個相乘之後 從A到B做積分變成0 當我們加上wait function之後呢 就讓我們osogono定義就改成fn和fn相乘再 之後我們還要再乘上ws之後 我們從A到B做積分會等於0 所以說osogono的定義就多加了一個這個東西 那以此類推square long本來是fs 自己和自己相乘以後做積分 現在就多成了一個電燈泡ws了 對不對 那square long的定義也是一樣 那也就多加了一個ws 對不對 那同樣osogono osogono定義也會有一些更改 那我們來雷遜的算法也會多了一個ws 包括我們最後一個那個正恩來是Fullier series 那本來是fs跟fn相乘做積分 除以fn相乘做積分 這樣這裡也都會多成一個ws 那我們是不是經常在新聞上面會聽到什麼加權指數 那加權翻成 那加權其實英文就是wait的意思 所以說wait等於是把我們積分做一個加權 比如說 假設A是負100 B是正100 本來我們累積的定義是負100到正100之間做積分 但是呢 假設我們特別關心 一個番群在0附近的那個部分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waiting function 在那個離附近給比較大的值 就給比較大的一個加權的值 所以說呢 我們wait function可以 可以就是 當我們想要強調的地方 我們可以給他比較大的一個比重 那當我們比較不是那麼強調的地方 就給他比較小的一個比重 比如說 我們特別關心-10到10之間這個區域的話 我們在-10到10之間 我們把waiting function設成10 那可是呢 相對而言 -100到-90之間 我們不是那麼關心他 那在這時候 我們把waiting function設成0.1 0.01都可以 OK 所以這也就是我們 這一節 我們第11之1 這個session 主要就是希望各位同學 能夠了解這幾個名詞 尤其是特別注意 那我們最後兩個 一個是 正如乃是 Fullier series 一個是 Water function 這可能是 一些各位同學大一 先行代書沒有學過的 好 那我們今天課就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